迎李盛京看到别人的寿命期限。她居然直接按暂停。 李盛京——左,于李湘伦新戏中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。 图TV and Drama YouTube,2018年4月20日。 魁为一年半,女神李盛京终于将回归电视剧,与实力派男演员李湘伦共同主演《想停止的瞬间》。 About Time,故事讲述女主角能看见自己与其他人的寿命,却遇到轻而易举就能暂停她时间的男子,靠住魔法来实现爱情的故事。 李盛京——2016年,与前男友男助赫可言举重妖精金服诸后,除了短暂客串当你沉睡时与尹君相饰演浮夸情侣荡之外,这一年半期间鲜少在荧光幕前看到她,近日终于宣布回归电视剧,在新戏中,饰演能看到任何人生命是数超能力的美女。 并与李湘伦共同主演,并与李湘伦大谈魔法爱情。 李盛京与李湘伦合作拍新戏。 应写曲自TV&Drama YouTube,2018年4月20日。 香伦已第二个20岁,通往机场的路等电视剧名气大长,在新戏中饰演财团理事长,常被说是现实的男人,直到遇见李盛京饰演的米克勒,被他诱惑,威胁甚至是可爱的样貌而感到困扰。 却在不经意的情况下,暂停对方的生命时钟。 近日电视台也是出20秒第一版预告,两人羞涩地看住对方,俊男美女也令粉丝大喊,我也无法直视女神。 纷纷期待电视剧上当日的到来。 想停止的瞬间,About Time将于5月21日在韩上到,台湾则由KKTV,爱情与台湾站,LINE TV播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